好,谢谢大家 那么小修之后,我现在就可以带大家进入我们的压轴 也就是最后一个主题教学了 那么压轴讲师是来自 马来西亚拥有创新规划等级是头衔的 陈伟茨讲师 陈伟茨讲师是一名网络营销人 还有网站设计师 他创办了Cloud Capital Technology 也成为多个行业的客户提供专业咨询 怎么样扩大在线的业务并增加营收 他也是现任的五幅英语讲演会的一个文教 我也是教来文教,文教,谢谢 那么今天他带给我们的主题是 网络营销攻略 现在其实大家都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世界 网络与我们密不可分 尤其在这个疫情之下大度大大加速了 在线营销或者行销的这个发展 所以今天这位讲师 他会带给我们的是 网络营销布局的规划教学 然后怎样细分受众取到选择 怎样帮助我们提销这个营销的成功率 所以希望韦翟讲师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提高网络营销的知识 还有能力 所以期待他教学 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陈伟赤 谢谢师姨之良 大家下午好 现在呢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什么是网络营销 那有谁知道是网络营销 什么是网络营销的吗 可以把很简短的放在那个chatbox这边 留言区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 那其实传统的营销呢 是在过去的两百年以来都有营销 那什么是营销 我们先从印刷开始 有报纸有报章 之后有杂志有传单 再后来呢 我们有大型的布告板 Viewbox 然后这些都是很传统式的营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都是单向式的沟通渠道 就是从商家到消费者 这是一个单向的一个过程 不是双向的 再来第二点呢 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一个不可以衡量 不可以测量的 今天呢 如果报纸我们印了一万份 我们确定会有一万位读者吗 不知道 那今天可能我们在最繁荣的一个市区里面 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布告板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区可能会有20万的住户 那请问是不是20万的住户人 都会看得到这条信息呢 不是 那在今天 网络营销 完全以这个优势呢 可以说取代了传统的营销 怎么说 无论是我们在Facebook 在YouTube 还是在Google 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上面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到底每个月 有多少的人看到了这条信息 多少人点阅了 然后再来 这次呢 用户居然可以参与了 用户甚至是可以在上面留言 或者是直接反馈给我们 知道 这是传统的营销所做不到的 所以说在 现在在21世纪里面 在营销有一个质量的改变 那今天 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什么是网络营销框架 一个Digital Marketing的framework 这边呢 我将会从7点和大家一起分享 整个蓝图 整个框架 先从 谁 什么 为什么开始 总共是有6个问题 一个H 五个W H是How 然后五个W是 Who What Why Where And When 然后除了谁 什么 为什么 知道 之后是如何 哪里 几时 最后呢 再以测量与优化 来总结这整个框架 还有蓝图 就是整个网络营销的 这个大蓝图了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 从什么开始 你的offer是什么 营销 你想要营销什么东西给大家 是你的个人品牌吗 还是你要营销一个公司 还是一个像 Postmaster这样子的一个 非益力组织呢 那如果是公司的话 你是要推广整个公司 整体呢 还是一个产品 或者是一项服务 所以我们首先从什么开始 那除了什么之外 模式也很重要 这里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B2B 一个是B2C B2B是Business to Business 企业对企业 就是一个组织 对一个组织 那B2C是Business to Consumer 就是一个组织 对于个人用户 每一位大众消费者 那B2B的例子 有比如说会计软件 货柜 或者是打印机 租赁 比如说Fujicerox 这一种 就只有企业才会用到的 软件 那还有硬体设施 那B2C的话 就会有 我们大家都会用到的 我们大家每一位都是消费者 就会有牙膏 或者是我们去主题乐园玩 或者是我们订阅一些 电视频道 Express这一种 就是B2C 那这边呢 想考一考大家 云顶 游乐园 还有Starbucks 这个是属于B2B B2C 还是两者皆是 大家可以在留言区 打上你的答案 如果大家 猜云顶 还有Starbucks 星巴克 是B2C的话 也放1 然后如果是B2B的话 放2 两者皆是 放3 OK我看到了 有人说1 有人说3 有人说 没有人说2 大家都很聪明 那其实这个呢 两者皆是 OK再来下一题 那如果是这个呢 SAP是一个企业软件 然后Evergreen是前阵子 把那个 苏伊士运河给 堵着的 那个船运公司 这个是B2B 还是B2C 我看到了 有2 B2B 今天的 今天的大家在座 都很聪明 2 不是B2C 不是1 是2 B2B 那最后一题 Toastmasters 淘宝 Shopee 这个是B2B 还是B2C 有人说 B2C B1 1 3 3 2 B2B B2C 两者皆是 都有都有 OK那我现在公布 正确答案是 两者皆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Toastmasters 除了我们让自己个人 可以参与一个讲演会 那提升我们自己的领导力 还有我们的沟通能力之外 在一些企业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 Corporate Club 就是一个企业自己的 讲演会 那个就是一个B2B的环节 那我们说 Shopping Platform 像Shopee 或者是淘宝 这个呢 也是两者皆是 为什么 因为除了消费者 可以在上面采购之外呢 他们还需要 这个平台的另一端 就是商家 需要商家跟商家们合作 商家来这里 提供产品 提供服务 才可以构成这整个商业模式 所以这整个模式 都是B2B B2C 二合一的这个模式 那我们 那这个呢 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模式 那其实我们呢 跟我们的第二点 也是息息相关 就是谁 我们就只有知道 我们需要 把营销 推放给谁 我们才可以知道 我们才可以把这个营销 做到最好 那谁是我们的用户呢 谁是我们的产品 的这个 顾客呢 英文有一句话说 If we target everyone We target no one 所以当我们认为 全世界都可以 做我们的顾客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犯了 一个很大的错误了 我们会稀释掉 我们的这个 努力 那其实 目标受众 是我们可以把它 设定成一个群的 就是说比如 打个比方 我们知道 几岁到几岁 或者是住在哪一个 地区 或者是对哪一支行业 有什么兴趣 像比如说化妆用品 难道 全世界一般的人口 女生 都一定会用到 化妆用品吗 还是有特定的 区间的用户 目标受众 他们会更在意 更有效的 让他们对你的产品 产生更多的共鸣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目标受众 我们需要target audience 那我们怎样可以 你变一个很好的 target audience呢 我们可以从 buyer persona开始 就是人物形象 这个是一个虚拟的 通常我们会放一个名字 然后再来呢 我们介绍他的背景 我们就知道 大概了解他的背景 他可能是 从事什么行业 那他会有什么爱好啊 然后那他有什么需求 那需求 这个是刚需呢 还是这个是他想要的 还是他 必须要的 那 这个过程中 他会有什么目标 可以帮他实现 他的这个 帮他解决什么痛点 然后那 跟他沟通的过程中 会有什么障碍 什么屏障 这都是我们可以考虑在里面的 那每个人物形象 虽然是说我们从单从一个人开始 但很多个人聚集在一起的就是一群人 嗯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到他们的共同的特征 无论是他们心理上的 生理上的 生活方式 住在的区域 这些等等 嗯 但我们知道了 但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推广什么 不管是产品呢 还是公司 那我们知道我们要推广给谁了之后呢 下一个 是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几时 什么时候 可以出现在他们的前面 他们的user journey是怎样的 customer journey 他们客户的心态是怎样的 他们在什么时候 会到什么地方 传统来说以前 大家都是要出个门 我们就去商场 然后就看到很多的广告 录牌 或者是 名牌招牌那些 那可是这个时代呢 不一样了 什么不一样 根据统计显示 平均每一位人哦 在每天都会待在电子荧幕前面 长达至少五个小时半 不管是用我们的手机 还是用电脑 还是在 智能电视 Smart TV前面那样子 看不断的浏览 各种各样的那些内容 这些都是 我们的注意力 从以前的纸质媒体 实体媒体 已经转换了 现在的在电子屏幕面前的 虚拟媒体 那一个顾客的形成呢 会从 他的形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一开始 他完全不知道 不在意 他没有意识到 他需要这一样东西 然后一直到 他发现他自己的痛点 他开始产生了一个兴趣 在他有兴趣过后 他开始就会有一个欲望 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痛点 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采取行动 那最后的一步 post action 就是通常会说售后服务 但我们这边是说事后 因为有的情况下 我们不一定是在销售之后的 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用户的行程 我们的一个customer journey 那在营销方面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漏斗 叫做营销漏斗 有人叫做marketing funnel 有人叫做sales funnel 从一开始的 把普罗大众没有意识到的 给他们知道有这个痛点之后呢 他们开始产生了兴趣 然后在下一步 到了他们产生这个欲望 想要解决问题 开始去寻求一些资讯 比如说货比三家 这样子 到最后 接下来就是采取行动 最后呢 成为你的热衷粉丝 这个就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user journey的过程 那接下来第四点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营销 我们要达成什么目的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那你永远到不了目的地 所以在我们做任何的营销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知道 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一个很具体的目标 那刚刚之前呢 我们来自中国的韩庆 和大家分享了 smart这一点嘛 这边我带大家重申一下 当我们设定一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具备这五点 smart ex specific 具体的 二 measurable 可以衡量的 那三 achievable 可以实现的 就是说做得到的 那第四是相关的 relevant 第五呢 最后就是time phase 有实现的 就只有在实现这五点之后呢 这才是一个有效的 有用的一个营销的目标 打个比方 我们可以说在某某某日之前 比如说在2020 比如说在2021年 12月以前 我们要实现 让我们的这个品牌 意识更多人知道 那我们要怎样衡量呢 我们可能会有一万的 这个followers 追踪者 所以这个就具体了 上面那以上那五点 这是做得到的吗 做得到 有没有时效呢 2021年之前 那我们要完成什么呢 就是要完成一万的 这个用户目标 这是可衡量的吗 一万 然后在什么时候 时间呢 就是2021年之前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五个 smart 的这个重点 来达到营销目标 那第五点是如何 我们要如何把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个信息 传达出去呢 这边呢 和大家分享一个 短短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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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标 这个是他在谈出什么呢 他在说一个事实 我是一位我瞎了我看不见 但是呢 大家都是走过看到这个牌子 没有什么很大的反应 那之后呢 在一位 一位女生 我可以叫一个copywriter 文案撰写员 他走过的时候 他发现了 他在谈出一个事实 可是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表达到更好 可以 他怎么做 他就把那个文案改成 这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但是 我看不见 透过这个短短的两句话 把一个阐述事实 变成了什么 storytelling 说故事 在说这个故事传来的过程中 会和人与人产生这个共鸣 大家都更意识到 所以大家开始 奔奔的慷慨解难 就奔奔的就投入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文案的力量 然后那其实文案有很多很多的这个formular 这个方程式 然后那昨天我们的顺利和大家分享了一个ADBA的一个copywriting 文案的这个方程式 那我这里就不再多做其他的赘述 我们就继续下一个重点 到这边为止 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个第六个点 不是最后一个 第六点 就是哪里 在什么地方 可以让我们的用户看到我们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会看到我们了 接下来呢 是在什么地方让他们看到 在哪里呢 其实有分成四大类别的这个渠道 第一个是搜索 第二个是广播 第三是社交 最后一个是一对一 一对一的渠道 第一个广播 就是一对多的这种传达方式 无论是传统的我们放一个很大的一个螢幕广告 或者是我们打一些广告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 YouTube 或者是我们在 Bilibili 上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广告的时候 这一些都是一对多的式的广告 当我们在打广告的时候 我们并不可以去限制说 我们要给谁 谁怎样怎样的人看到 我们就是可以用很大的猜测 我们要给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的人 大概几岁 男的女的 或者是他要在手机看到 还是他在用电脑的时候看到 这是一对多的渠道 那一对一的话是有什么呢 Facebook Messenger WhatsApp 微信 或者台湾的Line 这些都是一对一的渠道 可以和用户们产生这种 来回 有来有往的这种沟通 桥梁 那第三是搜索 这边又有个问题想要考一考大家 大家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谁吗 是Google 谷歌 那第二大的搜索引擎呢 大家猜一猜 可以放在留言 给我看一下你们知不知道 全世界第二大的搜索引擎是谁 百度 我看到百度 我看到Bing 都不对 Facebook也不是 所以不是百度 不是Bing 不是Facebook 不是Wikipedia 我看到答案了 是YouTube YouTube是全世界第二大的搜索引擎 那搜索引擎呢 它的好处就是 用户是带着一个疑问 来这边搜索的 也就是说 这一位用户 他已经需要这样东西 这是他的痛点 或者是 这一阵是他现在就想要知道的答案 所以那搜索会有最好的一个 conversion rate 转换率 因为这个用户正在搜索着某一样东西 他现在当下此时此刻 他急需要解决他的这一个烦恼和问题 所以Search Engine 通常可以 provide最好的这个转换率 这个叫Serve with Intention 有目的性的搜索 这个跟接下来我们下一个看的 这个社交就有不一样的差别 当我们在社交上 做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 做一个广告一个宣传的营销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 用户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过来的 他是正在寻找着 牙痛吗 他是正在寻找着 如何突破自己 要更进一步自己的表达 演讲能力吗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只能做一些优质的内容 那想办法让有相关兴趣的人 可以巧妙的碰巧的看到这个po 看到这个帖文 但是这个并不是最对应直接的 所以Social Media的这个Channel 社交媒体通常会对于B2C 会有更好的用处 因为这个有一种社交 大家可以分享出去的这一个环节 那搜索方面的话 通常会对B2B的生意 更有很大的帮助 那社交的话 在本地 马来西亚这里就是Facebook最大 然后Instagram次资 然后再来就是YouTube 那其实在外国呢 还有不一样的 各种各样的平台 有Stapchat 有Twitter 有Pinterest 各种各样的 那我们要怎么去选呢 用户在哪里 我们就去哪里 所以只要他们在那一边 我们就去到那一边 如果你的用户 大多数人其实都在LinkedIn的话 那我们就其实不用去理会Facebook 不用去理会Instagram 我们就去LinkedIn就够了 那这些渠道呢 我们可以怎样去投放 那其实总共可以分成三大类别 第一个类别是付费的 第二个类别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渠道 那第三个最后个就是赚取 我们怎样赚取的这个渠道 这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稍作一点解释 第一个是付费取道 也就是说这个平台并不是你所拥有的 这是其他 第三方 其他人所拥有的一个平台 还有网站 那在你不能拥有的情况下 你怎么可以再上去投放跟推广呢 就只有透过付费的方式 所以不管我们是在Facebook上面打广告 还是在Google上面打广告 YouTube上面打广告 这些都是付费的 我们需要还广告费 让这些平台给我们在上面投放我们的信息和资料 那第二呢 是我们所拥有的 这个也是最有效 通常呢 是我们的顾客的名单 可能是我们可以顾客收集的email 所有的电邮 那我们可以每个月发一封newsletter 就是发一封电邮的一个订阅 给我们的每一个用户 给我们的顾客们 给我们的追踪者 followers们 那除了email之外 可能我们可以有一个whatsapp group 我们可以定时的投放whatsapp 把一些很好的讯息或者是一些最新的promotion 一些优惠发放给大家 这是我们拥有的 这也是我们不需要付费的 但这个需要用时间去经营还有累积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赚取的 怎么说呢 比如说今天的营销峰会 这两天的营销峰会 其实在报章上方面都有 为我们大力的这个 看载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并没有付任何的广告费给报章 但是报章也很乐意的为我们去推广这个活动 那除了报章之外呢 如果你在你的领域是一个专家的话 也有可能会有其他的YouTuber或者世界网红 会给你做一些采访式的一些沟通交流 那透过这个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这个 audience based的这个去推广 让更多人去认识你 这个就是一个赚取 在你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的情况下 第三方的平台会这样子的去支持你 去推广你的这个品牌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有四个渠道 不管是搜索一对一 广播的还是社交媒体的 那再配以每一个用户 不一样的这个行程 user journey 从他不认识你 到他对你产生一些兴趣 到他对你产生一些欲望 要解决他的问题 到最后他采取行动 的时候 这个就是整个营销的这个立体图 这里能来说一个小故事 有谁会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就会和你的这个约会的对象求婚的 会的打一 不会在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就跟他求婚的打二 看看一下有谁会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不会不会不会 OK很多人都说不会 所以下跑人是 也就是说这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都不会在我们的第一次的约会的时候 就去求婚嘛对不对 就算是一件东西 看大家很多人都不敢去 一次就去跟他求婚了 嗯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建立新人的过程 嗯太猴急了 是 那 所以呢 同样的道理 那在很多 当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营销的时候 大家可以犯下这个这样的错误 就是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可以成交 第一次邀约的时候就希望对方可以接受 嗯 这个就是完全是本末导致的 那就只有怎样 就只有第一次的时候 他不了解到他的 他不了解他没有这个意思 他不知道他的痛点 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他先慢慢先了解到对方 了解到你 了解到他的问题 然后慢慢对你产生兴趣 最后呢 哎 不错 交流了不错 哎沟通 就是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 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 慢慢产生好感 认识你了 认识了这个品牌 才产生欲望 OK 我需要这样东西 这个可以帮助我 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好 或者是解决我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嗯 产生这个欲望过后呢 最后才是行动 嗯 在行动的时候 这个才是临门一脚 嗯 那 所以我们在 当我们在赚 当我们在准备我们的营销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对的沟通方式 去解决 嗯 那很多时候呢 你看如果这一个用户 他只是在一个 awareness的区域的时候 我们直接跟他说 跟他求婚 我们就只要在 那个action那边的时候 call to action 我们跟他说 行动 你下去要行动 现在我们只卖888 请马上加入我们吧 或者请马上就下单吧 嗯 这是把别人 把别人吓跑了 对不对 嗯 那 但是呢 假设有一个用户 他现在想要买一款手机 他已经学好了 要iPhone iPhone12 他已经学好了 他已经看了 他知道 他常常会需要做一些摄影啊 他喜欢拍照 喜欢录音 喜欢摄影 所以他需要 他知道他需要一个512GB 很大容量的一个电话 那当这一个人 他去到一个手机店的时候 然后那手机的电源 就在这个时候 去跟他推销电话 你看我们的小米的 看我们的三松的 看我们的这个华为的 或者是看我们的Apple的 嗯 然后再跟他介绍 这个电话性能怎么怎么好 他是用哪一种操作系统 哪一种operating system 那这位用户会有兴趣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这位用户已经准备好 他已经做好全部的功课 他已经准备好 要购买 苹果iPhone13了 那现在查的是什么呢 他只需要知道 有现在有没有价钱上的运惠 有没有的分期付款 什么时候可以打包带走 有什么颜色 嗯 所以呢 就是说 在不一样的用户的这个user journey 在不一样的行程的时候 不一样的阶段 我们要给用户 不一样的信息 而不是 用一招 一招闲事变天 这样子的去 把所有的信息都给不一样 全部的人 都是推广 以同样的这个贴文 同样的这个广告 这个效果是非常小的 就只有 当我们做到 对人讲人话 对鬼讲鬼话的时候 这样才会有用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 在配不一样的那个 final 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我们给他不一样的文案的时候 他反而会觉得 这个就很像是在 阎罗王贴告示 鬼话连篇那样 因为这个跟他不会产生共鸣 他并不会了解你的这个信息的过程 嗯 那到今天为止 现在为止 我们一定知道 什么时候 要在什么情况 猴放给谁 猴放什么东西 另外我们也知道 怎样设立的目标 那最后一点 就是第七点 就是测量与优化 当我们做完整个 Digital Marketing的这个 大栏图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measure 我们需要去衡量 我们才可以知道 我们的表现好不好 如何去改进 那比特杜拉克说过 你无法管理 你是无法衡量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可以有效的去衡量 去检验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我们需要一个KPI 打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Toastmaster教员会 会有什么KPI呢 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曝光率吗 还是我们希望可以招募更多的会员 更多的Members 还是我们需要去制作更多吸引人的内容 那我们的内容 怎么还算是吸引人呢 是要有更多的Engagement 更多的点赞 更多的Live 更多的留言 还是更多的转发吗 这只有设置有效的KPI 那我们才可以很好的去衡量 我们的这个Marketing 做得好不好 营销做得对不对 有没有效果 以上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的 网络营销框架 我们知道 首先我们从什么开始 我们知道我们要推广什么 是推广一个公司呢 还是推广我们的个人品牌 是推广公司 还是推广产品 那我们要知道 接下来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投放给谁 那我们知道 我们要投放给谁之后呢 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要在哪里 什么时候出现在它前面 那我们要如何 很好的文案 很好的沟通的Message渠道 去让他们知道 最后呢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去做营销 然后最后一步 我们去测量跟优化 不断地去改善我们的整个 Marketing Campaign 整个营销的这个企划案 这两天 相信大家学到很多了 包括怎样去做Podcast 博客 然后也知道怎样去剪辑影片 制作影片 我们也学到怎样去制作内容 内容营销 我们也知道了 怎样去做我们的品牌 今天我们也学到了 怎样用PowerPoint 去设计很好的这个海报 Poster这些 那希望大家可以 再配合今天的这个环节 现在的这个环节 Digital Marketing 网络营销 把全部融会贯通 打通你的任督二脉 回去之后 好好的去落实 去实践 好不好 那最后呢 想以大学里面的一句话 狗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那结束我今天的这个分享 那现在这个社会的 这个科技改进 是日新月移的 每一天有不断地 新的东西跑出来 此时此刻当下 正在和你们分享的时候 可能在中国的某个地方 或者在美国 还是以色列 已经有 已经有人正在创新的 新的 新的一个科技 新的一个方式 在颠覆 新的这个 颠覆旧有的这个 产业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就只有不断地 跟进我们自己 保持 这个前进 保持这个 开放的这个心态 拥抱未来 一起去改善 一起去改进 让我们在营销方面 走到更好更远 好吗 以上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的分享 把时间交回给思宜 谢谢 谢谢 谢谢韦翟老师 给予我们的分享 那么现在也是邀请 问答主持人 李佩霞 会有帮助我们 给予提问讲师 看一下 还有什么疑问 如果大家还有疑问 现在放进聊天室 还来得及 谢谢 把时间交给 可以下轻辑 好的 谢谢 谢谢 知良 之宜 我们请导师 韦泽准备好 我们先招大家的问题 快点泡过来 我们动动手指 划一下你的手指 大家做得太累了吧 我们让讲师不能轻松下来 把一些问题发给他 好吗 我们大家都要打开我们的认读恶脉 对吧 好我们请韦泽讲师 想问一下 如何有规划 不及得更好呢 就是让你的那个营销 做一个很好的布局 需要准备一些什么细节吗 生子兵法里面有说 自给自闭 百战不殆 首先要先从了解自己的行业 我们的模式是怎样的 是B2B还是B2C 所以这边我很抱歉 我不会给一个 One size fit 就是一招先吃变天 就是一招用完全世界 不能这样子 我会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答案 但是现在首先要从了解 你想要推广的是什么 是你个人呢 还是你的公司 那你公司处在于什么 行业 那你有怎样的一些 customer 你有怎样的用户 怎样的一些背景 就只有了解这一些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规划 我算你只是说布局 好谢谢我们的韦泽讲师 然后想问一下 如果对用在讲演会的话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故事 让大家可以很快的 被我们的那个营销文案吸引了 然后加入我们的讲演会 或者参加我们的活动呢 请 说故事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用 before and after 之前跟之后的对比 所以我们看得到很多 不管是瘦身还是美容院 他们都比较喜欢用这一招 或者是健身的 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 之前跟之后的一个 很明烈的一个对比 怎么可以做对比呢 可能从一个不懂的 在讲演会来讲 是一个可能不懂得表达自己的人 可能在沟通上面遇到障碍 那他怎么透过参与讲演会 有在这个平台上 不断地锻炼 不断地训练之后呢 在一段的时间后 他的改变是怎样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又或者是说 其中一位 一位人 他最近被公司提升了 升职了 他去到中级 或者是去到高级管理员 那他不知道怎么去做领导 然后那他在讲演会的 这个奋斗的过程中 他怎么实现了 怎样去领导其他人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故事的一个说明 好 我们的学员 记得专心要留心 我们的委词讲师 为我们的解答 因为解答 环节就是你学习进华的时候 我在聊天室看到一个提问 就是如何提高曝光量 做好内容 心怀顾客提供价值呢 请讲师解答 谢谢 好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如何提高曝光量 这个其实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付费的 第一个方法是免费的 然后免费的方法比较难 比较困难 老实说 那我们先从付费的讲起 那不快别 我们先从免费的讲起 比较难的讲起 那免费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些 有教育价值的 有娱乐性的 大家会触动人心的 温暖的 这个也是昨天的讲师有分享到的 就是有透过这些 可以触动人心 在情感上有这种 鼓励性的时候 所以其他看到的用户 他们就会很乐意的去点赞 去订阅 去分享出去 这就是一个免费的这个渠道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第一群的用户 去互相的去有这个engage 去互动 跟去分享 那这是免费的 那这也是比较难的 比较困难的 为什么说比较困难呢 就算是一个 一万的粉丝 在这个Facebook 当我们去做一个贴文 免费的一个organic的post 贴文贴出去之后呢 就只有4-6%的用户会看得到 也就是说 在一万的followers 一万的跟踪用户 就只有 400-600之间的人 才会看得到这个贴 代表什么意思呢 有9000多的人看不到 这个也是为什么 Facebook靠这个词白 所以这是去到的第二个方法 就是广告 就只有投放广告的时候 Facebook才会乐意愿意的 把这个贴文给其他人看到 如果我们说Facebook 不管是Facebook还是YouTube 都是一样 就只有透过 付更多的广告费 才会把这个信息 放到大家的电子荧幕前面 让大家看得到 你的这个广告 那说做好内容 心怀客户提供价值 那提供价值 就是一个最好的广告 当我们提供 很好的价值的时候 用户会看得到 他就产生认同感 当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他可能当然不会 马上就相信你 就很像刚问的 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 就去表白说求婚吗 不会 所以第一次的时候 他会还是产生这个怀疑性 但是呢 他会怎么做 他就开始了解你了 给你提供很好的价值 我就开始阅读你的内容 消化你的内容 那在一而再 再而三呢 我开始相信你的品牌 最后当有一天 我需要的时候 我就会来找你了 因为你是我相信的那一方 谢谢我们的伟子讲师 还有呢 讲师说得很好 那如何说得自然呢 说得很好 说得自然 可以再重复多一次吗 这个问题不太 就是在聊天室 我们有看到学员问 讲师说的 就是你可能分享的环节 说得很好 然后如何要让你的 就是做得更自然的 呈现你的一些 分享啊 或者是让你的一些 做营销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做视频啊 或者是做一些直播啊 就是这样子 要如何自然的呈现 你的内容 这样子啦 好 那就要多多练习 那同样的故事 我们讲了十次 可能也会有十一次 不一样的表达的方式 就只有透过多讲 多练习 多彩排 多演练 这样就可以慢慢 不断的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好的 好的 网络营销策略 可以帮助业绩提升 大概多少% 这个没有确定的 %之数 有时候我们可以 提高一个5到10% 有时候我们可以提高 5000到1万% 因为%是一个 相对的一个数值 relative的一个 amount 如果我们的 我们的营业额 只有1万 但我们提高到10万的时候 这是10倍的 就是1000% 但如果我们有 如果我们提高一个 50%就是提高到 1万到1万5 所以这个是一个 相对值 比较 比较 比较没有这个 我们应该设定一个 更好的KPI 才可以去 更好的衡量 这个广告的有效度 营销的有效度 好 谢谢讲师 在聊天室 也是有一个学人问 他的公司是做广告的 属于是一方 要如何去推广 就是帮其他公司 推广一些服务 要怎样做好 这个营销 就是说广告公司 要如何让更多广告 首先让大家认识你 这个就是B2B的话 在B2B的话 这个属于B2B了 因为要顾客都是 广告公司 其他公司们 来找这个广告公司 这般的话会推荐用 Google的服务 为什么用Google 或者是用 为什么用搜索引擎呢 因为当 所谓的 甲方 他们正在需要 找广告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 搜索广告 而不是来Facebook Facebook通常 或者是这种社交媒体 通常是来 大家是来这里娱乐的 来这里 看一下漂亮的狗狗猫猫 或者是一些很滑稽的 很好笑的一些影片 而不是来这里 寻求一些商业性的 那些目的 最终我们当 去用Google去搜索的时候 我们就是带有 很强烈的动机 我要解决我的 这个广告营销的 这个问题 所以我需要一点 广告公司来帮我 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考虑两点 第一点是SEO 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索引擎优化 如何让你的公司的网站 可以出现在你的 顾客面前 潜在顾客的面前 那第二点就是Google Ads广告 好 谢谢我们的韦子讲师 大家可以再继续泡问题 因为我还有一点时间 想问一下 可以韦子导师 可以记喜一下 如何把讲演会 做B2B和B2C的 一个集息的 分享营销吗 就是简单的记喜一下 谢谢 按一下老师 谢谢佩霞 那如果我们说 讲演会的B2B的话 就是说 我们会针对 其他的一些 corporate club 就是企业里面的 讲演会 或者是大学里面 University club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 我们对B2B 我们对B2B的时候 我们常会对应的 就是大学里面的管理层 比如说HR 或者是Admin Department 或者是一个企业里面的 人力公关资源 人力资源部 就是HR Department 这时候我们只可以 让他们知道 讲演会可以提供 为他们的企业 带来什么好处 什么利益呢 第一就是 对于员工们的领导力 如何去提升 大家的领导力 在工作环境上 表现上 怎样让绩效提高 那再来第二 更重要的 就是怎样让员工们 在自己的机构里面 可以有更好的 这个沟通能力 在这个很好的 沟通的表达的方面 就可以做得到 一加一大于二 而不是一加一小于二的 这种机制 所以这个可以提高 这样的绩效 那我们说 如果说B2C的话 就是说 Community Club 就是社区的 Costmaster 社区的讲演会 那社区的讲演会的话 这个就是 透过B2C 比较合适 就只有 B2C就是 在社交媒体 不管是在 Facebook Instagram 甚至是 小红书 抖音 还有 其他的这一种 大家会用到的 这些小小平台 或者是 我们就做一些 很好的 文心的贴文 然后让对于那些 自我想要提升 自我想要学习的人 产生共鸣 大家一起 都会来参与 这一个 Postmaster Club 这样子 这个就是 B2B B2C的这个差别 老师果然是 保到未来 很厉害 我们最后一道问题是 市场是不是 有很多外包 营销公司 要怎样选择 好的一个公司 为大家服务呢 市场的确上 有很多 外包的营销公司 然后 称之不齐 有大的 有小的 然后也有一些 很专门经营 某个领域的 比如说专门做SEO 或者是专门说 做Facebook营销的 然后也有专门说 做网站 或者做Landing page的 这些都有 怎样选好的公司呢 最主要是看 他们的 所带来的 成绩 业绩 就只有透过 他们可以 Deliver的这个业绩 才可以去 很好的评断 到底是 何者为优 何者为略 这样子 好 谢谢我们的 陈伟直讲师 为大家解答了 那么多的问题 宜然杂志 今天真的是学到了 有在现场的 你们真是 话译良多 谢谢伟直 讲师 把时间交给 世宜 多良 谢谢 好 再次谢谢我们的 问答主持人 佩霞惠 然后谢谢我们的 压轴讲师 陈伟次 讲师 为我们一一的解答 那么现在 还没有 大家可以扫描 这个回馈表格 扫描这个回馈表格 再给我们这个活动 回馈 谢谢大家 然后在这边 我也提醒一下大家 等一下 等一下 就会进入 我们的抽奖环节 所以大家不要走开 所以我也有请 职务员可以把这个抽奖活动的 这个link 放去我们的留言区 所以可以让他们 谁还没有报名的 赶快报名 如果报名了的话 现在麻烦大家 就再填写 这个回馈表格 再给我们一些回馈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在从陈伟次老师身上 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光家 就是1H&5W 还有从他身上 可以知道这个 Customer Journey 这五部曲 我们怎样一步一步一步的 把观众吸引到 到你的身边 到你的口袋里面 谢谢他的教学 我看时间也可以 没问题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 颁发感谢状 给陈伟次老师 现在我就有请 区域的领导们一样 来颁发感谢状 那么第一位请出的是 区域总监 主约讲员Sreenivas KM 第二位是 区域教育质量总监 主约讲员张俊明 第三位是 区域分会拓展 总监 主约讲员刘正苑 第四位是 区域公关经理 精通演讲等级舞的 Rashmi Raghav 第六位是 卸任区域总监 主约讲员李明施 而最后一位 我们就请出 我们的项目策划主席 他就是 Jack Lim Kissing 林启胜 有请他们 有请电脑操员 把他们一一的聚焦出来 然后我们来一个大合照 谢谢哦 谢谢电脑操作员 麻烦 麻烦 康荣会有 我们的礼宾师 如果好了的话 也跟我们 倒数三个一 麻烦 我们就可以 摆一个 好的姿势 然后拍一个照片 好 好,现在全部五个主题教学已经完结了 谢谢七位讲师的教学 也感谢大家留守到现在 那么我再次呼吁大家 我们短视频的创作赛 11月30号12点之前 大家记得创作了之后提交 会有两个神秘礼物哦 再次呼吁大家 那么现在呢 活动大概已经是 教学已经完毕了 现在我们会为了 为了感谢全部的职务员 现在我们进入颁发感谢状 给第一天的职务员 那么第一天的职务员有 主持人张贵荣 拥有高校教练 等级四的张贵荣 然后第二位是电脑操控员 蔡文琪拥有团队协作 等级二 然后第三位是问答主持人 拥有运用幽默等级二的黄柔斌 然后就是祭祀员 拥有创新规划等级二的刘文青 最后一位是我们的礼宾师 游光俊 我们就帮他感谢状给他们 也麻烦把他们给一一的聚焦起来 我们可以来一个大合照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昨天的职务员们 也辛苦了配夹会友 一连两天的来帮助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活动 实在不简单 实在不简单 然后我看到了张贵荣会友 也看到了光俊会友 谢谢 谢谢两位昨天的主持 请问还有别人 可以聚焦起来吗 那个蔡文琪是哪一个 蔡文琪 蔡文琪有在吗 可以聚焦起来吗 Can we have Yansheng and our PR event chair on the screen as well with the role players You mean to spotlight Yeah,spotlight and two sub-OCs Day 1 and Day 2 Yansheng Please tell the zoom master to spotlight sub-OCs as well 请聚焦 庆德跟志伟 好的 自伟是 叶志伟 Zi伟有在吗 你可以发下声音吗 我们比较容易找 对对 要发下声音 比较容易找 如果是大家在线下的话 可以举手的话 就容易找 线上的话 就要发声一下 麻烦一下 志伟 诶,志伟好像 好像是 有,有,有 刚才开不到声音 好的 志伟还 还扫掉谁 还有谁 有看到文青 但是他没有开 文青 文青 文青有上课吗 那边 我刚刚时间的关系 如果文青他还没有开镜头的话 我们可以准备拍一个大合照 好吗 好的 好吗 来 有请礼宾师 好 123 再一张 123 谢谢 好 非常感谢第一天的 全部的 请再拍一次 你文青 打开镜头 好的 好的 好 123 再一张 一 幸得 请看镜头 123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康文会 谢谢第一天的植物园们 现在我们帮他感谢 撞给第二天的 植物园 请如果大家没有 谁没有用麦克风的话 把它给静音 谢谢 那么第二天的 植物园有谁呢 第一位就是主持人 也就是我 李志良 拥有 运用幽默等级二的李志良 第二位是 电脑操控员 他也是来自 交赖分会 拥有团队协作等级五 愿景沟通等级四的 苏卫权会友 第三位是 问答主持人 也是 今天的问答主持人 于佩霞会友 拥有 精通演讲等级二的 于佩霞 第四位是 第四位是 纪实员 拥有高校教练 等级三的 王 新贤 最后一位是 李宾师 拥有 说服力的影响 本级四的 林康荣会友 我们也去教一下 Siri跟Rashmi 好 你请我 要拍摄 对 对 或挨拥 上这个 视频 Maximum Pin Maximum Maximum OK OK 这是 PR Event 所以 Remove me PutRashmi OK No No One With You One With Me Siri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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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Let's Take a Poto OK Polo Karen Put OK OK One Two Three One More One Two Three OK Another One Wave Pasini All right One Two One Two Three One All right Thank you Team Thank you so much Well done Спасибо - Dziękuję - ご - 再次感谢 - 老虎公高 - 两天的 - 服务员们 - 那么 - 大家 - 大家 - 为了感谢 - 大家的出席 - 现在就要进入 - 我们的这个 - 抽奖环节了 - 总共有三分销利 大家期待吗 期待的话在聊天室打上888 在面子书上的朋友也给我们一个赞 好不好 那么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 抽奖环节主持人李大人 好来把那个888刷上来 在面子书的朋友记得刷爱心 也顺便打上留言 好来 Jack 我们的这个幸运抽奖的名单 已经准备好了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荧幕 稍等一下 好刚才看到有些 留言就说已经关闭了对吗 其实刚才已经 会找一些关闭 因为我们要把名单放上来 好等一下因为现在有 很多个名字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出来等一下大家看到荧幕了吗 还没 好看来非常多人参加 非常的不错 好来我们 重新分享 来试试看重新分享过一下 可以吗 Let's retry the sharing and let's see what happens 来 在等待的当儿可以打上一个888 来我们看到了这一个 看到没有 luckydraw.me 真的是幸运抽奖环节 名字都已经放进去了 来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抽第一位了 好不好 Jack are you ready OK 给各位准备啊 我们抽第一位 来我们看谁是幸运的第一位 来 谁是谁是 非常多非常多的名字 来来第一位幸运 而是谁呢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整搜 来我们恭喜102的彭丽华有没有在有在的话把你的麦克风打开 让我们知道你有在现场好为主三生 我有在有在很好很好来 李斌斯拍一个照记录一下来恭喜我们今天第一位幸运儿来自102区域的彭丽华来来来来电子掌声刷上来888刷上来面子书的朋友爱心刷上来好不好我们恭喜彭丽华来做个记录拍一张照快快的 好123好非常恭喜第一位幸运儿来我们马上就进入第二位开始抽了来Jack我们开始抽第二位幸运儿来我们看这一次会是谁呢 我们看到恭喜102 恭喜102 LiuSJ LiuSJ 请问有在现场吗 如果有在现场请打开麦克风 让我们知道一下好不好 不然我就要开始倒数了 来 倒数1 小圈在吗 小圈 小圈 这里是小圈吗 OK 应该不是 OK来 LiuSJ 小圈对吗 来 倒数一声 两声 三声 好我们就要抽过多一个幸运儿的来 Jack OK Once again Once again 来我们看有102有57有76 Johobaru Chin Chin 来 JohobaruChin Chin 有没有在 请打开麦克风 让我们知道 确认一下 你有没有在现场 JohobaruChin Chin 倒数一声 两声 三声 好来 Jack Another one 再来抽多一个 非常紧张刺激 已经开始爆汗了 看到吗 额头都亮起来 来 我们恭喜MG Yu Min Hoan 有没有在 我知道刚才我有看到你的 来 打开麦克风 Yes 我听到你的尖叫了 来来来 OK 来做一个 哇 恭喜 恭喜 来自东华的 明虹 是的是的 来 帅排888给他来 所以我们第二位幸运的是来自MG Yu Min Hoan 恭喜恭喜 明虹是我们推文的推手 哇 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推手 来来来 好的 一二三 再重新拍一张 不好意思 一二三 好 明虹你拍艺术照 我看不到你 没事 他跟 他跟礼物一样神秘 现在看到了 来 给他多一张 来 给他多一张 来 一二三 好 谢谢 虽然样子不神秘 可是礼物还是非常神秘 我就期待着我们的礼物吧 来 Jack 这 Lucky Joey 我们抽出第三个 也是今天最后一位了 好 我们抽 最后一位 来 最后一位 紧张刺激的时刻 我看到57 好 好 恭喜我们67区域的 Amy Wang 有没有在现场 Amy Wang 来打开麦克风 确认一下 有 是我 来 恭喜我们第三位幸运儿 Amy Wang District 67 来 But I am unable to open my camera Because some problem We will take a quick screenshot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恭喜来 李秉施 做一下记录 所以恭喜我们今天 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的幸运儿 Amy Wang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好 没有得到幸运抽奖的朋友 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 也是可以得奖的 所以记得记得要报名参加 好不好 所以幸运抽奖环节 就到这边 把时间交回给 好多人 主持人 好 来 好 谢谢大人 我们的 我们的 抽奖环节主持人 谢谢 也恭喜三位的幸运儿 看到大家拿到奖的时候 我在想 为什么不是我 但是不用紧 听到大家抽到奖的时候 那个尖叫声 确实我也很开心 谢谢大家 有请Amy Wang 可能你可以关一下 你的麦克风 不好意思 好 那么活动 差不多要结束了 但活动还没有结束之前 我们必须 必须的是有请 我们的区域领导们 为大家做致辞 那么首先 我要请102区域总监 主义讲员 Srinivas KM 为我们致辞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 us give a warm round of applause To welcome our District 102 Director Distinguished Toastmaster Srinivas KM To deliver The District Director address He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wo days have been wonderful I saw the slides I understood a little bit here and there But I could see the enthusiasm of the speakers And most importantly of the audience coming and learning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I see in different WhatsApp groups In Malaysia And outside Malaysia International WhatsApp group That this event isbeen very successful So congratulations ToDPRM Congratulations ToYanxiang And the team And the role players For main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With international speakers And truly making a pretty good event So well done And great job And all those who learned Continue to learn And whatever you learn Put into practice Back to you Toastmaster Thank you very much Our District 102 Director Distinguished Toastmaster Srinivas For raising this event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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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my PR team and thank you all the senior district officers of district 102 for supporting and leading this event and helping us to organize such a grand event I have personally receiving so many comments and beautiful feedback about this Mandarin PR fest and it's indeed a successful one we have two Mandarin divisions in district 102 and I'm feeling very nice after successfully organizing this event to our Mandarin audience so it's all because we have amazing organizing chair and my amazing PR event manager Jacqueline is there Yen Cheng is there kudos to all your hard work all the team and keep shining keep rocking keep adding values to our Toastmasters and non-Toastmaster community thank you we'll be back thank you very much our district 102 Public Relations Manager Presentation Mastery 5 Rashmi Raghav for your inspiring speech 谢谢区公关经理 Rashmi Raghav为我们 闭目致词 接下来我们有请 有请 筹委会主席 也是拥有高校教练等级3的 林彦相 为我们闭目致词 谢谢 大家傍晚好 两天的营销工会 已经接近尾声 这两天的免费 但不是专业的课程 都只有一群 默默在最后工作 及推动的经营团队 所促成的 非常感谢 所有区域 也就是67台湾 80新加坡 85与118中国 还有102区域 马来西亚领导的大力支持 有他们的建议 才有我们今天 这么精彩的内容 感谢我们所有的讲师 也就是附近祥 讲师 林辛运 袁岳 洪顺李 王毅泰 方凯贤 悟空 韩清 罗瑞 及陈伟志讲师 让我们带来 这么实用的内容 或者是单货 也要感谢我们区域的 两位领导 区域总监 Tree Nivas 与公关经理 Rashmi 虽然他们不懂华语 但是他们都 亲自在现场 给我们帮忙 指导 及加油打气 除此之外 活动的顺利进行 我非常感激 背后有一支 有一支强力的团队 他们就是102区域 的PR团队 感谢我们的项目 顾问Yif Jek 及干财 和我一起亮相的 所有 O&M的 职务人员 他们都是 讲演会的成员 还有感谢我的 两位 副筹委主席 叶志伟 及邱庆德 这个团队 有一些人 一个人称起 几个工作 他们帮忙 设计 宣传 写文 推广 就连彩排 也彩排了 几次 几个月晚 虽然准备时间 非常长处 但是他们都非常愿意 在工作之余 投出自己的时间 一起监护起 这些任务 用最有效的 沟通 跟领导 来完成 这一次的 使命与学习 没有你们 就没有 这一次 区域性的 华语营销峰会 国际奖演会 Toastmaster 就是这样子一个 学习 沟通 与领导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 这种学习的氛围 想要加入 我们这一个 非盈利组织 Toastmaster International 一起学习 沟通与领导 欢迎马上报名 成为我们的会员 我们在全球都有 分会 可以联络我 或者是 任何 张演会的会员 我的联络 电话就在所有的海报上 都可以找到 谢谢 交给主持人 谢谢 丑委会主席 林燕向 为我们做 这个闭幕致辞 今天看到的第一天 没有戴眼镜 十分漂亮的 一个美女 那么最后 有请MG总监 也就是卓越讲员 胡慧卿 为大家致辞 把时间交给他 谢谢主持人 来自五湖四海 各位会友 大家 傍晚好 我是102区域 MG总监 胡慧卿 在这两天的 营销峰会上面 我只能说 两个字 感动 感动大家 在这一个 星期 不辞劳苦的 来自 各个不同的区域 给102区域 大力的支持 感谢大家 踊跃的出席 更感激 我们的台前幕后 所有团队 甚至102区域 公关团队的 大力推广 在这里 我们中文组 并不是 主要的主流 可是在马来西亚 在102区域 我们却得到 那么的重视 我觉得 这有归功于 所有团队的合作 国际讲演会 四海一家 让我们一起 新联心 手牵手 一起迈向 更美好的明天 国际讲演会 我们一起 将由 中文组 我们一起 前进 谢谢 把时间 交给 思宜 好 谢谢 我们一起 新联心 谢谢MG中间 左叶奖案 胡慧琴 为我们做 这个闭幕 支持 非常感谢 那么 现在 FBLive 面子书的Live 可以正式结束 谢谢 面子书上的 观众朋友们 谢谢 那么 今天 我们一年两天的活动 有九个主题 十一位讲师 我想大家都应该学习到 不同层面的营销知识 还有技巧 可以推广自己的讲演会 也推广 顺便推广自己的业绩 可以说是 既学 既插 既用 所以大家 多多用 人家说 有用就有用 没用就没用 所以鼓励大家的多多的用 那么 一连两天的营销峰会的活动 现在正式结束了 那么 我身为师姨的我 任务也完成了 感谢大家 给予我这个机会 担任师姨 我学习到很多 很开心的 向大家服务 那么 再一次 谢谢 再见的观众们 面子书上的观众朋友们 也谢谢 庆德邀请我 谢谢 今天的 原乡主席 帮我们带出了 这么好的一个活动 也谢谢 全体的职员们 全体的 区域的领导们 我们会 现在就和大家说拜拜咯 大家一起来 一起出来说拜拜咯 大家打开麦克风 一起说拜拜咯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